军演第八天,解放军陆战部队在广东西部海域进行两期作战演习 海上战斗车机是陆战队员最重要的科目之一 海上风浪大,瞄准难,要根据战车的摇摆情况,抓住瞬间,精确激发 大陆虽然宣布结束了为期七天的围台军演 但是放话表示对台海方向的练兵备战还没有结束 战区部队将紧盯台海形势变化 持续开展,练兵备战 常态组织台海方向战备警循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大陆这次军演不仅出动多艘军舰,侵扰台湾周遭海域 解放军战斗机也在黑夜起飞展现夜间作战能力 不过更引人注目的还是飞弹实弹射击 包括解放军陆军的远程火箭炮 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不仅射程远 首先第一个特点射程远 从数十公里到数百公里 也就是说可以覆盖整个台湾全岛 解放军的远程火箭炮不仅射程远 还装有导航装置 宣称可以精准打击机动性强 更重要的是比起真正的巡航导弹 价格便宜很多 你像一般的巡航导弹上千万人民币的都有 远程火箭炮但它要便宜得多 也就是说只要依靠我们的工业部门 军工部门的体系支撑 可以快速地把它生产出来 另一个引起关注的就是解放军火箭军 所发射的常规导弹 飞越台湾上空落入台湾东部海域 这次我们的火箭军的常规导弹 可以说打得非常准 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精准打击 第二个突防能力强 它可以突破反导系统 那么第三个就是它的生存能力也很强 这次我们这个长导 好多都是机动式的发射 打完就可以走 这样的表现 让解放军队自家研发的东风系列导弹性能 十分满意 这也展现大陆武器装备越来越齐全精良 全面的作战能力似乎大大提升 我们经常看到所谓东风快递 也就是说我们常规的东风系列的导弹 各种型号的系列导弹 也是越来越多 总类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齐全 构成了体系式的这样一种能力 宣布围台军演结束后 共军宣传力道人不手软 继续制作影片回放过去七天的军演画面 耍完了大刀 口水仗还是要继续打 找来专家用英文为北京辩护 说这次军演是为了谴责贝洛西访台的政党手段 外媒则分析 解放军军演尽管结束 对台湾还是会持续施压 尤其同一天大陆就发表了新版的对台白皮书 重申不会放弃使用武力统一台湾 美国学者分析 北京这次的反应只是针对贝洛西访台 还不是真正战争的前奏 只是解放军军演成为新的常态 未来五到十年 有可能变成中国对台动武最危险的时期 TVBS新闻余思寅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